所以 打他切割了 我武器没有卖火人 我也没都没资源 俄罗斯这个国家是不会倒 是不会灭亡 但是如果他做出 被普丁这样控制 做出歇斯底里的举动的话 全世界也针对他 比如说他之前在讨论到核武 甚至他们的那个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周遭的 普丁大脑的这边旁边的一些幕僚 还出谋划车 这边出收主义 之前不是上礼拜周末的时候 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斯 他国葬吗 全球不是500个国家的 元首跟政要 齐局在这个西敏厅那边 一带去参加英国女王的国葬 竟然那个普丁大脑 支撑了俄罗斯官员 异想天开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发射核武核弹 去打伦敦 一枚核弹炸下去 全球包括英国在内 所有500个国家的 这个领袖元首 全部属无在葬身之地 全部都被炸死在那边 开玩笑 你如果敢用这种方式的话 包括美国 法国 英国 他们不是没有核武 这些美国 英国 法国 都有核武的话 一定会反击你俄罗斯 你莫斯科也会被核武给攻击 那全世界要迈向 第三次世界大战 整个欧洲 美国 还有包括美洲 还有俄罗斯 你的整个 要全部变成这个核武的攻击 世界末日吗 所以我觉得说 俄罗斯当然他本身 只要没有普丁这个国家 就算他最后打败仗了 因为乌克兰 应该说普丁政权垮台 对 普丁政权垮台 他是不会灭亡 这个种族 这个战斗民族不会消失 但是有普丁在 俄罗斯真的会灭国 好 立法院今天开议第一天 国民党团又在 杯葛瘫痪意识 来 出因 国民党到底是要 打什么样的战术 瘫痪意识的目的是什么 国民党其实在前两天就开始一直对这个对外媒体放话说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防疫做的不好 然后因为防疫过程中死了非常多人 然后包括就是那个老调重团的我们在疫苗的过程当中黑幕重重 然后明明呢不是封存30年他们今天还是站着议场 而且今天早上9点钟左右他们所有的国民党的委员就站在议场当中 然后就不准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来做施政报告 你要知道大概9点不到 满场大家在镜头上看到中间现在议场是被国民党占据了 所以议院会不能召开 可是旁边两边是全台湾行政院所有的政府官员就坐在那里哭等 那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在后面的小房间完全也没有办法进来 那么国民党呢先是把这个议场变成他们自己的演讲场 每一个人呢就开始一直不断不断的重复 这个过去我们已经听了两年甚至这阵子选举以来 他们不断在质疑就是什么疫苗采购啊等等的黑箱黑幕等等这种 我们已经解释但是他们装睡人就叫不行就一直讲重复 然后呢大概在早上10点大概15分左右 讲话案突然出现了 然后呢他就一个快步走上了这个主席台上面 开始呢就像发表他在造势场合 在竞选台北市长的这样的造势场合 这种演说一样哦 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的防疫有问题之外 然后开始骂陈时中 然后呢开始质疑陈时中呢落跑等等 然后最后讲到激动的时候还带领 全场的国民党委员开始呼口号 把议场当成他的选举场 就是完全你知道吗杯葛议事不让这些 我们的所有的行政官员上台去接受质询 备行进行总预算的寻达跟报告就算了 他居然公然的就是杯葛议事 你们当薪水小偷 现在是直接把台北市长的竞选舞台 搬到了议会当中 我真的不知道国民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更离谱的是什么 蒋万恩呢大概在10点半左右 发表了一段这个竞选台北市长把议场当成台北市造势场合 讲完了之后大概在10点50分左右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离开了这个主席台 离开之后呢国民党就说好 因为已经跟我们这个民进党还有其他的政党 达成了这个潮起商的共识 他们要求就是说苏贞昌院长在上台报告之前 要先跟国人再次道歉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常常看这张节目 或看我们民事新闻就知道 这个道歉从去年以来一直不断的 他永远是你知道 一讲再讲 对 一讲再讲 然后每次都这样 那一清道歉很多次好 他又再来 所以他们就离开议场了 那么不过呢 因为我们议场还有几个这个所谓议会的程序 开会的程序需要表决 所以说我们就有按表决令 大概在11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们议场做了表决 结果你发现讲完不见了 他没有来进行表决 对 言下之意就是他完全就是把立法院立委这个工作 当成他选举造势场而已对不对 包括国民党自己都是 对 然后讲完话之后 好 真正开始该开会的时候 人没去啊 这样哦 对 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个画面 因为现在我们的立法院的议事都是有直播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国民党你现在是怎么回事 你说你是为了要什么争取全民的防疫 然后要这个国民党讲话讲清楚交代清楚 好 所以你杯葛意识那你现在说你要到道歉 真的要开会的时候呢 哎 蒋万安不见了 不是只有蒋万安不见了 我今天看到许舒华好像也没有来 就是南投的许舒华也没有来 那重点就来了就是现在 开议已经变成了是你们要来作秀的舞台了吗 完全帮蒋万安创造舞台 然后帮创造自己的选举私利 是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国民党来说 你们现在不只当心水小偷 你们甚至于是公然的就是完全 只是要为了你们的选举再做政治操作